观察国际政治 认识全球科技产业 欢迎快评的观众朋友们您好 我是乌林强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自动讯业的厂商 在中美科技大战之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也承担很大的压力 那现在呢 印度正在努力发展电子制造业 有可能强的部分 在中国已经存在很久的产业链 那台商在这里又很关键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中国与印度是当今地球上 唯二两个人口超过10亿以上的大国 那都很自豪与自己悠久历史和璀璨的文明 那随着中国的国力扩张 大肆见识海军之余 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就一路向西 往非洲延伸 那必然会经过印度印度洋嘛 那这跟印度产生所谓地缘政治的摩擦 也就难以避免了 而且呢 两国还有这个边界纠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只是中英两国都是和大国 都懂得战略克制 所以不会轻易把这个事态升高成军事冲突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个束手边疆的两国的军人 用这个棍棒打裙架 丢石头这种旗文 也算是为这个国内高涨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找到宣泄的出口吧 但是啊 这个丢有石头完之后 还是要回来发展经济啊 因为后职国力才是正道 那印度呢 也想发展自动训产业 在去年底提出了7600亿卢比 大约是100亿美元的半导体和面板的投资奖励计划 当然这个数字比美国的金面法案521亿 欧盟现在正在延迷的430亿欧元的补贴都少很多 不过还是吸引了一些厂商 譬如台湾的红海就在印度很积极 此外呢 印度人优秀的这个脑力资源很丰富 所以美国的TI啊 Intel AMD Qualcomm 还有台湾的联发科 在印度都设有这个IC设计的研发中心 只不过半导体的这个整个产业链太长了 太复杂 印度政府似乎想要在每一个环节都齐头并颈 那没有要选拟优先发展的项目 我认为这个不太现实 很可能将来会被夺利分 其实还不止半导体 印度政府还想发展EMS 就是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 那中文就是电子制造服务业 这个全世界最厉害的就是台商了 谁呢 就是鸿海 还有电子五哥 包括广达 和硕 伪创 人保 音乐达 过去他们的厂房 从北部的细致一路沿着纵观线南下到高雄 不过在2000年之后呢 就大部分都搬到中国大陆去了 这两年这个中美科技战压力之下 有部分很少的高阶产品 比如伺服器 又回到台湾 但是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选择 因为你要选择一个跟搬迁一个生产制造基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不容易的是 如果想要离开中国 大多数的厂商还是比较看东斜的一些股价 比如马来西亚越南 那另外大家还有我们今天谈到了印度 这个趋势呢 现在一直在进行发展当中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好了 是大家熟悉的苹果手机 在哪里制造的呢 这张图是从2016年到去年 最上方的蓝色折线是中国 最下方的黄线是变化不大的越南 那虽然2018年开始有美中贸易战科技战 2019年底又在武汉发生新冠疫情 有这么多重大的冲击 中国制造iPhone的比例 维持一个稳定的 但是看得出来下降的减少的趋势 这个显示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熟悉很多 声战基调搬迁不容易 但它确实在悄悄进行当中 我们看印度的红线就知道了 从2016年印度只有9% 到去年已经是16%了 这个成长幅度其实相当惊人 那为什么我要用iPhone来作为这个案例呢 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这个是印度晶片的需求的分布 很明显一半都是手机和穿戴系统 其他什么IT啊 工业用啊 消费性电子啊 电信车用IC的占比 都平均或者是不太大 显示苹果手机以及相关的产品 是印度最积极争取的EMS项目 这当然也有它的这个合理性 就看出来了 那最近更有一个消息 虽然还在谣言的阶段 但是呢 显示印度对于争取 iPhone或苹果相关产品的 这个制造积极态度 非常积极 就印度最大的财团叫Tata 那去外电报道 它跟台湾的Winstrom就是伟创 正在洽谈 想要买下伟创在印度的整个的operation 或者是跟伟创合作要建 比现在更大很多倍的苹果产品的生产线 如果成功的话 原本不管在哪一个国家生产 都全有完全由台商垄断的这个苹果 生产供应链呢 就会有第二家其他国家的厂商加入进来了 那第一家谁呢 就去年啊 就大陆的力讯经历 好 结论是啊 中美科技战跟这个新冠疫情 是最近四年迫使全球供应链 断裂 缩短 还有在地化的重要两股力量 那疫情的影响呢 已经在世界各国慢慢结束了 只有中国 因为它的清零政策 反而延续了这个疫情的冲击 不过未来啊 就算不再减持清零 中国作为全球工厂的这个产能啊 也会不断面对其他开发中国家 来争抢的危险 那其中印度最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它跟中国 还有大国竞争的战略关系 那台商呢 必须小心面对这些政治面的干扰因素 观察国际政治 认识全球科技产业 以上就今天的怀宇快评 感谢您收看进行批评指教 下周见 感谢观看